所以今天看到中台湾有七县市的首长 他们共同举行了一个会议 这次在南投召开共同发声 要求中央加速疫苗的接种率到八成 同时也呼吁中央能够放宽 让县市自行采购 竞品其实这一题 从五月子谈谈到现在有没有 你指挥中心买的不够 到货量不好 你没有能力 或者不要讲没有能力 不好听 大家来帮忙 国难期间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所以各县市可以自己买 所以我们看到各企业可以自己买 比方说你企业大企业 买来帮自己的企业的员工来打 这是好事 各县市政府用自己的力量 自己去买 只要买来的是符合国际认证的 经过我们指挥中心认证的 都可以打 有什么不对 到现在为止 从五月到现在 九月都已经要结束了 还在讲 还是一样不准 你怎么看 所以他们碰到了一个规定 就是踩到中央的线 那个线就是 中央可以给你 我疫苗可以这个拨补给你 但是你不能跟我抢着买 这个功劳万一被你掠走了怎么办 所以其实从五月到九月 看到郭台铭 鸿海 这个永宁基金会 以及这个台积电跟磁剂 这是因为民间跟社会 和舆论的压力 台湾的这个疫苗 一直处在不够的困境跟窘境 所以一直在这种情况下打转 所以指挥中心迫于这个压力 社会的这个美丽 舆论 而且大家那个民怨要沸腾了 所以他们没办法 而当这个郭台铭的 这个鸿海跟永宁基金会 和台积电持续合作 这五百五百五百 三个五百一千五百万下来 他们就是如雨后春笋般 然后如这个天降甘霓一样 所以松了一口气 解藍莓之急 可是这个时候呢 他把企业吃了够够的 假的够够了 就是吃了四周 这个是怎么样 我们帮忙啊 中央营建一起努力啊 这个时候你地方要跳出来 他就会给你贴上红标签 就像之前的所谓的蓝银市县市 哎呀你是不是要去跟上海买啊 你要去做什么中国的代理人 还是什么 什么话都开始去抹红 戴红帽子 所以这个只有一个原则 一个问题 就是他们挑衅到 应该说挑战 挑战到中央的 中央这个城市中 他们会觉得说 你不可以跟我来抢卖 只有我可以给你 意思就是要我们 这些县市地方县市啊 你只能磕头跟我们谢恩 感谢 我可以正可以给你 你不可以抢 我没有给你的 你不能抢 所以他们在政治上 犯了这样的一个大忌 可是他们 你说他们错了吗 没有 他们是站在人民的立场哦 各县市政府 尤其是各县市的这些民众 他们希望能够照顾他们的百姓 可是偏偏你看看 在执政的民进党中央 他允许将握塔支撤 请容他的酣睡吗 他觉得不同意这样的嘛 所以对于中台湾 七县市在七役治理 这个论坛 他们一起联合发表这个声明 不管中台湾七县市 还是什么东台湾 加上北台湾多少 都一样 包括离岛外岛 澎湖金门马祖 就算全部结合起来 要跟中央叫板说 我们就是要买中央给我们 我跟你讲 中央还是会跟这个地方 做一个这个抗争 我只有上对下 我跟你不是伙伴 你不要让我 这个逼我来给你买 这个就是中央的心态 所以我会觉得说 我很敬佩他们 从五月到九月 一直以来这四个月 都是希望帮他们 自己县市治理的 这个民众老百姓 为民喉舌和发声 希望能够给他们有机会去买 他们当然了 站在中央立场 就是我刚刚说的 他还会觉得 你们这些想要跟我 抢这个 想要求表现 门都没有 我不会给你这个机会 所以碰到民进党 中央执政 铁板一块这样 我跟你讲 如果是以前国民党执政 早就民进党各自 好像县市要独立一样 脱离这个中央的这个范畴 偏偏碰到这样的 一个绿色铁板一块 他们是绝对不会让的 因为在政治 政治这条红线上 卡绿班是分得很清楚的 就是不要让你踩过来 以免这个功劳 变成他成他人之美 然后被人家掠夺走了 就像这次这个 郭台铭跟台积电 和磁机一模一样 所以我觉得 中台湾的这个七线市 是会很辛苦的 因为在这条路上 他们一路的这样子 不断的去争取 然后帮他们去 这个民众去发声 可是到头来 他们会被民进党 被中央攻击到体无完肤 当然民众最不满的 还是疫苗这么珍贵 但是我们看到第二类 施打就是这个官员 从以前没有疫苗的时候 他们去抢AZ 那有莫德纳之后 就开始抢莫德纳 那么现在莫德纳到了 今天又有消息说 就是蔡总统吹来的 有没有 大家记不记得 蔡总统说 跟这个AIT新任处长 见面的时候当面吹 我超级记得 因为那天的8月10号 我们的辣碗报 在讨论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就讲 这么好的机会 你怎么不帮我们吹疫苗 但是静悄悄的 没有任何声音 总统府新闻高 等等通通没有声音 都没有讲到疫苗 这件事情 所以当天我们的辣碗报 非常的生气 掌握大好的机会 你怎么不当面去吹疫苗 当时都没有讲 结果今天 明天莫德纳要到了 今天就说 这个就是当时 跟这个AIT处长 当面总统吹来的 所以大家非常非常的惊讶 第一个就是说 如果说 真的是你吹来的话 你可不可以早点吹 你为什么 如果说你吹这么有效的话 台湾死掉800对话的人民 你才开始吹 不能够早点吹 另外请教一下 总统一定要见面 以总统之尊 打个电话 很多催的方式很多 你见面的场合很多等等 人家南韩都直接杀到 莫德纳厂去了 台湾一定要这么矮板 我说姿态这么高 到今天为止才公布 是什么意思 担心当时候催人家会 不撩你 不理你是不是 所以当时根本不敢讲 一直到现在为止 反正这批来了 管他是谁来的 反正就说是我的功劳 另外我们看到莫德纳 我们刚刚讲300多万 莫德纳孤儿苦等第二剂 所以现在首创了混打 但不管怎么打 打得到最重要 还是很多医学专家告诉我们 有疫苗就去打 当然除了高端之外 你看到新北建车工会理事长林胜文 非常生气 今天讲着讲着 连国骂都要骂出来了 问奖们很危险 每天在封闭的空间中运送客人 七月打莫德纳 现在等不到第二剂 蔡政府你这样对老百姓对吗 报道都说疫苗接种率有多高多高 我身边的人都没有打到 是不是 他说没意思 真的我们的政府一直跟大家 从去年讲到现在 我们的疫苗已经够了 不要再买了 不要 没有说不要再 绝那但是心里的OS 但是真的 打到第一剂就已经很不错了 谁打到第二剂 台大儿童院的院长黄利明 告诉大家 第一剂莫德纳接种超过16周 保护力如何 这就不清楚了 不清楚 那这样的话怎样 白打了吗 那如果说超过了20周 超过了23周 那是我还要再从头再来过一遍吗 是不是这样 那如果说莫德纳延后到台湾 比较好的做法是第二剂 混打BNT 所以台大公卫的这个医学教授也说 陈秀希AZ跟BNT的数量够 赶快利用混打的策略 扩大疫苗的这个覆盖率 理事长谈一下目前的混打政策 以台湾来讲比较聪明的该怎么样混打 我们先把高端丢在一边好了 这个混打的政策 当然了 因为我们就有这么多的孤儿 孤儿最多的就是那个莫德纳的 就是莫德纳跟那个AZ的 这两个 那这两个基本上都可以用 我们的BNT疫苗 或者是莫德纳疫苗来去做补充 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 我们的混打政策 应该要优先放在那个弱势族群 因为我们刚才讲过 如果一剂疫苗的话 我们台湾疫苗真的是不够 一剂疫苗先把它广覆盖 这个打个底非常的重要 那个打个底不但对今年好 对明年也好 明年的话可能就是二代疫苗 一定要先打底 这个明年的疫苗才能够接得上 那再来一个就是说 我们对于弱势族群 就是我们那个1689类的族群 基本上这些族群 基本上都是一个容易死的族群 所以在这个时候 他们非得要两剂疫苗 好好的打上去才可以 才可以的 所以这些族群 是政府的一个责任 政府就是照顾弱势 这些人在新冠来讲 他就是个新冠弱势 弱势族群 他容易死 所以这些人 你不能够因为国家没有疫苗 就忽略了政府 对这些弱势群体的一个责任 一定要想尽办法给他们打到满 那这个东西时间也不能拖得太长 像黄丽敏老师讲的就是说 这个疫苗如果 莫德纳疫苗如果拖到了16周以后 拖到16周以后 再拖下去怎么样呢 打下去第二剂有没有效 我估计还是有效 因为我们知道第二剂的用意 就在唤醒你的免疫记忆 你打下去当然有记忆 怎么没记忆呢 过了16周是没有抗体 可是记忆还在 一个人记忆不会那么快遗忘 基本上要遗忘的话 可能要一段很长的时间 要忘掉一个人没那么简单的啦 所以他要忘的话 可能要忘得更久 所以达到16周以后 是抗体消得比较低 低到可能没有办法有保护力 但是问题就是 他激起他的记忆还是可以的 所以这个到底多久 可是能激起多少记忆 还是激起一点一点的记忆 不不不 记忆应该都可以 这以前我们从逼干的疫苗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记忆还是存在的 你在后面激他还是可以 可是到底多长多久以后 就真的没记忆了 要忘掉一个人 要多久才能忘得光光的 那这个就不清楚了 现在没有资料 但是基本上来讲 我这个要把它全部都忘光 基本大概一年到两年了 所以今年内赶紧给他补上 还是个办法 所以当初也是因为 有这个概念在 所以我们的指挥中心 才会如此的大胆 就是把这个疫苗 这个第二剂的时间 拖的那么长 就是这个样子 discovering 有点想关注 带他们来说 有点想 affairs 我们家》 合作 我们在这里 安安 下次